好嘞 这一期就是第二期 不瞎BB 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因为第一期不瞎BB 我有提到过 我有个Findercut的工作流比较快 就是有bilibili的小朋友在问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是Findercut 这个是我后面会发的一个 80D拍菜的一个视频 这边你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把这些素材 丢到时间线里面 那当你点中一个视频的时候 你在右边那个检查器你可以看到 他这边说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这个只有goforstation 是有这个数据的 我用索尼的相机 它是没这个数据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个时间的数据 我那个写的程序 可以读取它 来自动拍放照片 因为我现在还不清楚 怎么读我视频的这个时间 所以说只能 但是把它放到注视里面 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程序是可以读的 那我们把它都复制过来 那这边就是所有的照片了 就直接拖到里面 那现在所有的照片 都会在这个event里面 待会那个程序 会自动把这些照片 放到时间线上 那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工作是 因为这个照片的时间 就是相机的时间 和它视频的时间 会有一点点错位 所以说我有做了一个 校正错位的一个功能 需要在第一张照片 需要找一下第一张照片拍摄的位置 这样的话它就会纠正这个错位 我看一下 应该是在这边 可以看一下 那大概就是这边了 那我们就把第一张照片拖到这边 OK 这样的话它就帮我们做一个定位 接下来呢 就是要导出xml 那这边的话 我们导出xml的时候 不要选择这个项目 要选择这个event 这个事件 这样它导出以后 就会包含我们刚刚那些照片的数据 好现在我们导出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刚刚导出的xml 那我们把这个xml拖到 电影器里看一下 那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这样的东西下面有asset 就是 那个叫什么 财产还是什么玩意儿 反正就是一些资源 在resources 这边就是它所引用的这个 视频的路径 这边是个照片 对吧 这边是个视频 它这边程序里都可以读取到 那在下面这边就是 library event 下面这个sequence 就是当前的时间线 当前时间线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GoPro 这边都是我们的视频 所以程序就会处理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怎么弄呢 接下来就是打开我写这个程序了 它是一个no.js的程序 就是这边是可以读取一个路径的 那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改成这个 那它主要的功能是 就是这边你可以看到 它有读这个路径 然后把所有的图片的信息读出来 并且用一个读AXF的一个库 然后它就可以把所有的数据都读出来 就我可以知道它曝光多少 光圈多少 然后什么时候拍的 用什么相机拍的 这都可以知道 然后后面呢就是分别读取 这个iSed clip 就是视频了 就我分别处理每个视频 然后去找到这个视频的时间范围 然后下面这边就是 你有这个时间范围之后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时间范围去找 有哪些照片拍摄的时间 这边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的 然后它就会插入一个XML的Element 就到这个时间线里面 然后在Thundercut 重新读的话 这个照片就在这个位置了 那我们跑一下看一下 你看它在读这个EXF 等一会 因为照片比较多嘛 所以要稍等一下 好 那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 输出的是读取成功 然后这边有一个说 偏移多长时间 这个应该是一个毫秒吧 记不清了 应该是毫秒 就是大概偏移了 372秒左右 然后它会处理GoPro 7642 7643这个视频里面 什么什么照片在这边 然后下一个视频 什么照片在里面 这边就告诉你 然后就说 done 就输出了 然后我们再看 这边就是有一个copy 那这个就是设置好的时间线 那我们重新再 导入XML 选中这个copy 数据比较多嘛 它会慢慢导进来 然后他问你要不要替换 原有这个相同姓名的项目 我们说保留两者 不替换 因为不一定有什么问题 对吧 好 这个警告我们不管了 这边呢就是有第二个项目 你打开以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个所有的照片呢 就按照这个时间线和顺序 这张照片就在这 这张也是 你可以看到他虽然不是非常精准啊 但是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剪辑的时候 稍微调一下前后调一下时间就可以了 这个现在这个就是我们 基本上后面就只要剪辑一下 然后配音一下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因为你看这大概有 我看一下有多少张照片 260多张照片 你想有260多张照片 每一张照片都要找这个定位 我要累死了对吧 所以说写这个东西以后就非常快 就找这个定位非常快 差不多就这些了 反正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怎么搞这个玩意儿 那我当然也有别的程序了 我刚才说了 读EXIF可以读到那个曝光数据嘛 那这边这个就是 也是类似的吧 就是把那个照片读出来 然后读EXIF数据 然后在这边再设置增加这个title 它就会放上去 那我之前用那个80D5100拍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下面看到曝光数据 那就是这个玩意儿做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玩意儿没啥用 因为其实你拍的照片曝光 因为每个人他的光线都不一样 所以说你看那些曝光数据是没分意的 好 好